現在目前最新的開票數字一樣是95比35 當然現在目前兩個候選人 在各個週次都還在開票進行當中 所以這個數字待會兒也會做滾動式的調整 但是我們要先回應一下 剛剛維一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是民意調查 我們必須要跟維一講 其實這一次的民意調查不見得準 不過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是一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他的大名叫做克萊恩說的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時間要先帶您回推到 今年大概十月的時候 在今年十月中的時候 其實在美國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像你現在圖卡上面看到的 包括了川普的二度預席 另外還有聯準會在當時降息了兩碼 當時川普的回應非常漂亮 他回說聯準會之所以降息 就是為了要幫賀錦麗選舉嘛 所以除了聯準會降息兩碼之外 當時也包括了以色列去攻擊黎巴嫩 所以照理來說 包括了巴勒斯坦裔還有穆斯林 是並不挺賀錦麗 在這麼多的因素加起來的情況下 賀錦麗當時的民調是什麼 領先了百分之三 但是你從這些東西看起來 其實都是對賀錦麗不利的 因此在美國七個 不同的搖擺中當中 差距只有在百分之二 甚至小到百分之零點一的情況下 這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就是以現在目前這個選情來看 今年的民意調查 很有可能真的會不準 但是剛剛文藝有帶大家看到 封關民調呢 這個賀錦麗是引現了百分之四 所以表示賀錦麗穩贏嗎 我們也有兩屆不同大選的一個數字 我們帶大家來參考一下 在二零一六年當時希拉蕊對上了川普 當時希拉蕊他的總體民調 跟最後投票數字的差距 希拉蕊是多被預估了百分之二點二 然後在二零二零年 當時拜登跟川普對決的時候 拜登又是被多預估了百分之四點五 那各個週次別又更多了 這差距是已經來到了百分之五點一 這也因此呢 觀眾朋友聽到這邊可能會想到說 那美國這麼多的民調公司 難道他們都不知道有這樣子的差距嗎 所以他們在這次的民意調查 做了稍稍有一點不同的改變 就是我在問選民 你這次要投給誰的時候 我同時也會問說 那你上一次投給誰 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又發生了 就是有可能這些 在做民意調查的人 他們會騙人 或者是乾脆忘記了上一次 到底自己投給誰 因此紐約時報 其實在今年十月中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 這次的民意調查 很有可能調查到最後是平行時空 尤其是大家不要忘了 今年有很多的手頭族 我們來看另外一張圖卡 今年有很多的手頭族 這個人多到了是八百萬人 包括了今年十八歲的 十九歲的 二十歲 二十一歲的 上一屆大選可能還沒有成年 但是這一屆他成年囉 這些人加起來 一共有八百萬的手頭族 是這一次大選當中有註冊 這些人有沒有可能會 營銷美國的選戰 當然有 但是我們把年齡層 稍微擴張一點 擴張到十八到二十九歲 在Z世代這一群人呢 在今年的部分 民意調查看起來挺賀錦麗的 是多達了百分之五十七 挺川普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如果年齡層逐漸往上推的話 六十五歲以上的 甚至四十五到六十四歲 挺川普的過半數 甚至是接近過半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表現呢 我們要帶您來看這個 呃 今年在紐約時報 大概在八月九月的時候 也做了一份民意調查 同樣是調查Z世代的族群 有百分之六十七的Z世代女性 他們是挺賀錦麗的 他們之所以挺賀錦麗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支持賀錦麗 在墮胎議題上面的表態 另外一部分 川普就完全是不一樣的光景 川普的部分呢 則是有百分之五十三的Z世代的男性 是挺川普的 但是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有不少的Z世代的男性 他們覺得 啊 我們必須要養家活口 但是美國經濟 現在這個樣子 誰能夠拯救我們 這些男性呢 他們覺得是川普 尤其還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有趣 就是有不少的Z世代男性呢 右派之故曾經調查過他們 他們覺得說 現在我在這個美國的社會 似乎有一些被歧視 所以川普他看起來 很陽剛的形象 反而是吸引到了這群 年輕男性的選民 這也因此呢 在Z世代的部分 這一次有沒有可能會影響 這次的大選 我們就要麻煩維一 來問問我們的專家 對 我們接下來要請教專家 看起來這個民調呢 其實透露了很多的玄機 但剛剛其實立喬也說了 現在很多電話 其實也沒人接 要打不進去 所以民調這一次到底可信度高嗎 還是要打幾折 就你看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很難回答的問題 因為這次其實 從民調專家的角度來說 這次我們還有一個在觀察的是 如果 就到底這次民調會有多麼不準 然後看多麼不準 再來調整一些民調的這個執行方式 所以不好意思 彼此要給一個這個比較 比較模擬兩可的這個答案 不過現在學界真的是 其實我們政治學者看這次選舉 也是非常興奮 因為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新的一個契機 可以想說我們怎麼樣去改善 我們的研究方法等等 對 所以你覺得這次民調 核心度大概有幾成而已 如果我們怎麼看 或者是教觀眾怎麼民調的 看你的選舉或是看你的方法 好 不然我來我來這樣講 為什麼這次民調說 很難知道就是到底準不準的 因為其實民調 就是一般都需要經過加權 那如果他的這個受訪率 只有百分之一的話 那這個加權就很難加的 就是準確 然後又成功 這第一 第二個 其實這次 可能有很多選民 他不一定會真的會出來 就是就他可能有很多 所謂的隱性選民 像譬如說舉例 如果是支持川普的話 我們知道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川普就有很多隱性選民 他在民調上 他實際上是沒有就是呈現的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 現在也有大家發覺是 好像很多支持賀錦麗的 這些美國 就是一些這個郊區的 這些女性選民 就他們可能也因為他的丈夫 可能是支持這個共和黨 所以他們也會覺得說 不應該就是對外說 他們是支持就是賀錦麗的 所以怕造成家庭失和 對對對對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也有民調專家說 這次可能會有一個 所謂的叫做pink wave 一個粉紅的一個浪潮 那所以就真的是很難說 我就是我差不多可以講 有一些可能的因素可以影響 但是很難說具體會是什麼樣子 對 其實除了力喬也有多次的 官選經驗之外 其實遺症你也長期 之前長期駐美 之前在官選期的時候 你也去了美國一趟 所以民主共和兩黨陣營 對這次選期 他們自己怎麼評估 其實我先講這樣 針對這個民調的部分 因為美國的選區產業是一個數十億元 美元的一個產業 所以這個產業其實相當的龐大 那你知道我過去去拜訪 這個歐巴馬時期 他的這個數位 這個管數位部的一個經理 後來就去聊 你知道他們當時 對於說資訊的掌握 跟準確度有多深嗎 他可以去買家家戶戶 你訂什麼雜誌 你平常看什麼新聞 你平常看什麼頻道 他把所有這些資料都可以買回來 買回來做交叉的比較 就會每一家每一戶去分析說 他多有可能性去投給這個民主黨 可能性是什麼 投給共和黨等等 那例如說 如果你是一個選舉 正在選戰的白熱旗的話 你一定會把這個資源做一個專注性 一個優先的順序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去查說 這個如果這個你是八十Percent 會投給共和黨的話 那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但如果你是五十Percent 六十Percent 那我就可以動搖的 我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說服你 那講到這個就要講到民調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就不懂 為什麼美國花了這麼多錢 去交叉比對這麼多資料 但最終民調是失準 這是二零一六年 二零二零年皆有的現象 剛剛也提到 川普過去兩次都大幅領先 當時民調的一個推測 當時白天大人以為希臘會答應 後來拜登會答應 那拜登答應那一年 就二零二零年那一年 結果後來算到過七天十天之後 就是險勝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美國民調專家 一直在檢討的部分 剛剛提到 就是尤其是比重的部分 尤其是不是能抓到 很多川普的隱姓選民 甚至於抓到 不要說郊區好了 美國很多那種 這個比較偏 就是說小鄉鎮等等 大家比較不喜歡接電話 或者比較不接觸 莫遜人的這些地方 是不是能抓到他們的聲音 所以這一次的民調公司 確實一直在修飾 但修飾的結果 會不會反映在這次的投票上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看到最後的民調 賀經理還是小福的領先 包括你看到比較偏 民主黨立場的紐約時報 結果後來是差在一趴到兩趴左右 但是到今天開票 至今 這個這個 因為紐約時報有一個推測的機構 他推測的機制 現在已經推測說 川普當選的可能性 比賀經理高 已經做這樣的推測了 大概是五十五比四十五的 一個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民調結果 似乎還是沒有辦法反映到 最後的一個 真實的投票的結果對不對 好 那可是立場 其實我們要問一下 其實剛剛鄧偉有提到 他有個變數叫做手投足 因為手投足是其實之前 你怎麼調查民調 可能都不會問到的一群 你覺得這手投足 這一次有可能會左右 這一次的選情結果 那這次手投足 他其實現在在美國的校園 對不對 就是他有很多的這個 我們叫做所謂的這種 文化戰爭 那剛才有特別 有討論到說 比如說有很多 女性的這些手投足 他可能就會特別支持賀經理 因為在包括女性議題 墮胎議題 然後包括巴以議題上 他都認為說賀經理比較 就是可能對他們的這個胃口 但是其實現在美國也有一些 有些時候 其實這些文化戰爭 打得太強烈的時候 也會有出現一些 逆反的這個心理 那其實年輕男性 這次對川普的支持 就是一個很值得就是注意的 那我想稍微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Cultural War 就是所謂的文化戰爭 現在怎麼在影響美國校園 比如說我有聽過 有一次是有一位同事 他就是上課的時候 他要有一個quote 他要去引用一位 另外一位就是說 引用一句話 然後那句話用到一個詞 叫做retard 就是其實是美國是那個 罵人的話 就是說這個人 有一點精神問題 但是就是說現在就是美國 很講究政治正確 所以這位教授的朋友 就被其中一位學生投訴 到教務長那邊 然後被教務長警告 說你不能用 就是這個retard這個字 但是那當然retard這個字 他實際上 就這也不是他自己用的 這是他引用 其他人的這個這個說法 但這種非常政治正確的 這個氛圍 就是說會影響到某些這種 所謂年輕男性的這個 選民的一些這個投票傾向